真的非常的意外 因为中国禁止台湾的凤梨 这个出口到他们的国家 现在反而在日本掀取一个台湾凤梨的高潮 有一位日本的作曲家叫做折口和宴 他这个在创作的一首叫台湾凤梨歌 歌词浅显易懂取调轻松 然后还有人怕鸭皮 这个说台湾凤梨好吃 那么影片里面还这个有很多台湾观光圣地景色 比如说龙山西 中正纪念堂 苏林的野茄子 鹹苏家 珍珠奶茶 甚至我们总统府的宪兵 台湾的国旗都揭露在里面 那这个是一个初六的版本 这个等到疫情过后 他会做一个更完整的版本 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是新加坡 今天冰冬军长 咱们说 我们今天以前的韩国 往来都总是富裕兵的天下 说今天已经有一个四十串的会贵 出口到韩国去了 这是第一次 我们的台湾凤梨销到韩国 而且满贵 那这是彭博 彭博说 现在亚洲的消费者 现在都在唱台湾的王来 这有点夸张 OK 这个新加坡 韩国 日本 还有香港 那么美国的前国防官员 这个人叫做唐安卒 他叫Drew Thompson 他说中国禁凤梨 对台湾施压 反而造成反效果 适得其反 先请教一下 郁仲雄有什么感想 你知道这个 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 我们常常讲就是因祸得福 这个时间也感见出友情的可贵 你知道之前不是因为台湾被中国 禁那个凤梨吗 有日本作家就跳出来 对 他说大家不要忘记 十年前的311 今天刚好311 当时日本发生那个震灾的时候 台湾人的那个热血的捐书 其实台湾人捐的钱到目前是世界 当时是世界第一 所以日本人听到以后 你知道就是一方面感到说被中国打 一方面又想到台湾人是跟日本那么友好 所以就拼命买嘛 那刚刚除了那个以外 其实还有个我们看一个仰眼的画面 我可笑吗 仰眼 我可笑吗 日本的主播 这是一个日本女主播 东京电视台的女主播叫田中彤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做了一系列 这个凤梨 然后他在这个影片 现在疯传了 他就在里面就是吃凤梨 人漂亮 吃什么都做什么都对 别忘了十几以前也是TVBS的主播 对 十几以前 凤梨拿来 而且凤梨心可以直接使用 因为日本人其实都是菲律宾比较多 所以经过这一次以后才知道 台湾的红莱这么好吃 不然这样而已 我分享一个 因为我之前也在脸书就是写那个凤梨 对 IG啦 网友自己私讯我 益中老师日本人民已经开始疯狂购买台湾凤梨了 我买不到啦 哈哈 然后他说虽然买没有买到很可惜 但是因为看到大家都这么积极的支持台湾凤梨 比我买到更高兴 其实根据农委会的统计 光这个三月的外销 日本人的外销凤梨订单 已经达一万公顿了 我们去年一整年凤梨日本外销到日本 其实只有两千 农委会光三月的统计 目前已经达一万公顿 那其实我们去年一整年卖到日本的凤梨 其实只有两千一百顿 光硬 今天五倍 对 五倍 就是一个三月而已 两次买去 其实日本是凤梨的进口大国 是 一年进口十五万顿的凤梨 但是你看台湾之前去年才卖两千 两千顿 那其实他绝大多数都是菲律宾 可是经过这一件的事情以后 整个日本这样子热炒 我发现台湾的那个金钻凤梨的品质 真的好吃 而且真的好 所以 但是我们美国里边整个一遍 你想想看 那过去中国给我们加了四万顿 不然我们买 笑四人 日本一年买 可以进十五万顿 那这四万顿买 日本是绰绰有余 是是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的呢 是台湾贸易中心 东京事务所的所长 陈英贤 陈所长 那听听他怎么说 来 陈所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我们台湾凤梨 现在在日本的买器怎么样 我跟各位报告 非常的热络 那不只是我们台湾贸易中心 包括我们政府部门的驻日代表处 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 这些电话是日本的进口业者来洽询 要找供应商 通路商来洽询 超市来洽询 怎么样有供货来源 消费者来洽询 怎么样去找到超市 可以真的买得到凤梨 然后媒体 电视台 网播节目 平面媒体 非常多的媒体都要来采访 都要来报道我们的台湾凤梨 他们知道台湾的凤梨 碰到什么事件吗 当然是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是智慧时代 透过网路的传播 他们知道我们在第一时间 日本也非常的惊讶 台湾的政府 居然可以这么样的快速反应 我们的小英总统的谈话 我们的院长 主委 包括我们贸学总部 我们的董事长 都立即跟农民 下乡去鼓励 召开座团会 推出一系列的对策 很快的来解决问题 这一部分让日本的观众 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日本首相 菌尼维 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3月9号 就是中京食品展 一起开展第一天 那第一天 一大早 众议员 牧原 他是现任的众议员 他也是首相官 底总理大臣的辅佐官 他又是日华议员 肯谈会的 事务局局长 他非常关心台湾 所以他一大早 就到会场 来看我们的风里 来鼓励农民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特别 带一颗风里 亲自要带回去 给总理大臣 所以3月9号的上午 10点钟左右 就送到首相的手里 应该是已经迟到了 日本一年要销翁来 差不多销多少 一年15万5千斤左右 很稳定 我们这两千一百四十四斤 我们这这样1.4% 1.4%而已 所以空间要很大 是 我们的价格是什么样 在这 价格是比较高 世界各国进口的统计里边 来自台湾的单价最高 譬如说 海关的进口的单价 我们是一百七百块一百块 空间 阿菲律宾的价格只有九十块 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他的一杯 在超市的零售价 我们也是差不多他的两杯 哈哈哈哈 但是 前年我去超市看 基本上我们台湾的股票没稀 所以你只要是 每天上价来买 两天就没完 嗯哼哼哼 现在 现在没问工 现在半天就没完 哦哼哼哼 我比较好 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先报告一下 我们二月二十七号 我们平中的潘县长 对 他一整个出口日本 二月二十七号出发 经过这个通关简历 严格的物流 对 终于今天上午 在稀有超市 上加销售 嗯哼哼 今天开始 所以很多人就去买到 好好 很多店 今天 今天上午就买完了 哦 所以 非常的热销 哇 我刚才看到的画面 有卖到一颗一颗 台湾都买到六百八十九块的日票 六百 人也买 是 他这个超市 每一间店员 店员 他的决定 为的买五百八 为的买六百八 最大约买到八百八 哦 哦 哦 八十八哦 我上个牌去买到八百八 八百八是我们 是我们屏東 石头地的 很甜的 很大约 比较大约要比较贵 哦哦哦哦哦 他这个尺寸有关系 嗯哼哼 那311啊 已经十年了 当然那时候 我们有很多观看 大概200亿的日票 目前现在 日本人对台湾 又是 对这个事情 又是很感谢吗 哦 很感谢 我顺着 各位报告 我们今天 去跟我们 谢大使 去参加一个 东北各县主办的 这个 日本 东北三地一大正在的 感谢特级 的一个活动 对 然后今天 在现场末导 那 各个县市也展示 地方的农策产品 嗯哼 特别邀请台湾也展出 所以 我们在现场也展出 我们 平东的风铃 我要这么说 就是说 呃 台湾对于 东北这次的 呃 捐款之外 哦 我们有很多 复兴重建的 后续协助 嗯哼 像我们那个 持继经济会的那种 到现场去 去煮热食 那一煮煮一整年哦 嗯 然后也去发现金 这件事情 真的日本人很感动 是是 也就是说哦 十年了 最近每一个电视台 都是在回顾 嗯哼 回顾当时的情况 然后当时也帮助过他们 现在的那个复兴 的进展的进度 嗯 然后一系列的哈 呃回顾 然后怎么样重建 嗯 怎么样去展开未来的生活 是 这里边都会提到哦 对台湾的感谢 好 OK 好 这个我们连线的是啊 台湾贸易中心 东京事务所的所长 陈英贤 陈所长 就是说东京奥运的选手春 可以吃台湾的这些水果 来潘水 我很少要感谢中国 今天非常诚意的感谢中国 哦 因为他们打压了我们的凤梨 让我们的凤梨一夕之间爆红 对 还不止凤梨哦 现在台湾的水果 在世界都爆红 嗯 应该日本现在不只是只有凤梨 还有火龙果什么都 而且还要进军奥运 嗯 奥运让全世界的选手都吃得到 对 像连韩国也要买台湾凤梨 所以我真的感谢中国 嗯 对我不需要讲 这个时间为什么日本爆买凤梨 还帮我们做歌 对 两个因素 第一个 当然是看到台湾被打压 嗯 同情嘛 嗯 中国也是常常被中 也是一直被 日本也是一直被中国打压 嗯 应该什么东海防风识别区 三不五时派飞机到钓鱼台 派船界去骚扰 所以看到台湾被打压 他们同情 嗯 第二个当然就是感谢 特别是三一 今天就是三一 日本感谢台湾 报恩 买凤梨吃 是 刚刚讲过我们在三一 在二零 二零一一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捐款 是六十八亿 全世界九十三国家 台湾是第一 这不达底 是九十三国 它加起来都没有台湾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2008年我们的汶川地震 我们捐给中国多少 是八十八亿台币 多二十亿 日本捐完之后 是每一年感谢 中国捐完以后呢 飞弹对准 每一年增加飞弹 飞机也来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 我们捐给中国的八十八亿 中国拿去干嘛 拿去做飞弹 拿去做飞弹来对准台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自此之后 中国再有灾难 台湾就没有人捐了 大家都不捐 因为我们觉得捐给你的结果 你是用这种态度对我们的 马英九会捐 只有马英九捐 但马英九也不敢 不敢成立账户 因为太难看了 所以习近平讲 什么两岸一家亲 亲在哪里 什么血浓与水 浓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 他的这个对台工作 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是 好 那么这个凤梨 台湾凤梨 现在日本的面团也很紅 日本主流媒体 现在争相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 也就是他们NHK 跟TBS电视新闻 都在全国联播时段 用专题报导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凤梨大战 NHK更在今天的早上 陈间新闻跟晚间新闻 一天之内两度报导 晚间七点黄金时段的 台湾凤梨新闻 专题竟然长达四分半钟 你知道四分半钟 如果要说话 多少钱 多少钱 报导指出解说中国禁止 台湾凤梨进口的政治目的 就是要逼台湾统一 那NHK更是捧场 早晚各报导了一次 陈间新闻长两分钟 晚间新闻四分半钟 说这次是从中国对台 施压的角度着手 其实他们都知道 中国打压台湾的这个凤梨 来我们来看NHK怎么报导 好来 实际要补充 通常我们做这个电视台新闻 就是一分十秒 大概是一个极限的啦 那如果在日本的主流媒体频道里面 用四分多钟做台湾凤梨的新闻 你就知道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得多多大 那现在在日本的很多超市里面都询问度爆高 而且很多人是买不到台湾凤梨 并且要预定抢购 我要跟日本的朋友讲说 对 你们可以用预购 因为台湾凤梨真正这个盛产的时间 最甜的时间是四月五月六月 那个时候啦 所以那个你现在预购 然后到那个时候吃 我告诉你 好滋味 最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啦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亚洲地区都疯抢台湾凤梨 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是说 他们挺台湾 当然台湾凤梨的品质好 那当然是毋庸置疑 但是他们挺台湾 挺自由 挺民主 而且跟中国抗议 认为说现在世界的运作逻辑 不应该是用威胁恐吓的 并且跟中国say no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大的那个意义 因为我经过那个捷运中山站 捷运中山站那整片墙 都是日本人 东北日本感谢 然后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 你看了真的会超感动 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能做的 我们唯一能做就是我希望捐一点钱 然后希望你们赶快恢复 只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 让你们感谢了台湾十年 我都觉得很汗颜不好意思 是是是 好 那这个讲到凤梨啊 我先问一下好不好 我们讨论凤梨那么久了 台湾的凤梨有多少是外销的 几趴 一层 一层 你都知道喔 台湾之久 来看新闻好不好 韩国瑜不是昨天蹲在凤梨田旁边吗 猜猜我在哪 我在哪里嘛 ok 他今天有续集嘛 对不对 今天的续集是这样 韩国瑜十一号发布了影片 谈及凤梨议题 影片里面凤梨一龙感叹 台湾的凤梨外销大陆 十只里面也有七只 这样这几次 等七次 如果没有外销 台湾绝对不可能生存 只靠国内市场绝对消化不完 希望台湾政府坐下来与中国谈 韩国瑜向政府喊话 不要把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放进去 农民不应该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韩国瑜拜访了现年八十五岁 高雄大树翁来伯子 林毅 林毅说 台湾的翁来十只里面有七只 不会去中国 一只 不会其他的国家 台湾来销差不多是两只而已 两只销台湾 一只销其他国家 七只销中国 他说台湾红礼没有外销 绝对不可能生存 是怎么 韩国瑜做出来的数字 会差这么多呢 请教任俊兄 我不怪罪农民 因为农委会他的整体的数据 是所有的这个产销量里面 他的整个的统计 那可能对部分地区来讲 他可能感受到就我这个区域 我可能就是做外销生育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凤梨基本上是做小农 我们并不是说大量的种植或什么 所以我认为我不去怪罪农民 农民可能有这个想法 可是我先回来看这件事 可是韩国瑜也知道不是这样吧 所以问题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在谈论日本的议题 但因为刚刚宏玉克一直有在强调 我们不是要日本感谢 可是日本在311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是连续十年 表达在这件事情的态度 他没有间断过 那不管是韩国瑜或其他的政治人物 请问你有多少次去关心过农民 还是一次性的 所以当你如果去做这所谓的这个 你要发文说 不应该被做政治消费 我们就讲你过去十年来好 你几次去看过王爷 你多少次关心过凤梨 就是除了你当市长的选举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说要关心农业之外 你有多少次 这韩国瑜 我不知道他那句话 是不是讲给老共听 意思是说农民不要变成你政治操作的 这个牺牲品 但问题是你会发现国际的学者 跟国际的舆论 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反而认为做政治操作的是谁 是你中国大量 不是部分人士认为说 是你政府没去跟他说 我讲实话 如果今天对于农产品外销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 这个农产品上面 有不能够被调整的 修正的错误 你去跟谁谈都一样 因为你这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让你进去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韩国应该要很冷静的 再回来看看 当国际都跟你的想法 或跟其他部分人是不一样的 到底问题是错在他 还是错在你 韩国应那个照片 我觉得两个地方 我觉得很搞笑 第一个 我们那个中国禁止 台湾凤梨进口是二月二十六号 已经过了十二天了 他才在讲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后知后觉 还有那个手 放到那个一百度的水里面 都没感觉 后来才说好烫 就很奇怪 怎么会反应这么 碰爬 对 后知后觉 就我觉得奇怪 还好他不是不知不觉 第二个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日本的NHK的影片 大家狂买台湾凤梨 再看到韩国瑜 同样的照片 我觉得是平行时空 台湾怎么出现一个 极难 极端 不一样的世界 那我 当然我要同情 那位农民 但是我觉得 韩国瑜应该告诉一个农民 现在日本在买台湾凤梨 赶快去卖给日本 才对嘛 所以我觉得 台湾凤梨不止 刚刚讲 卖到香港 是因为纸箱都不够 凤梨不够就算 连纸箱都不够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我不晓得他这个影片 他要发布那个影片 一定要告诉他 台湾不是七成外销 外销中国 要讲我们外销只有一成 他不是当过北农的 总经理吗 他应该是农业专家 他都睡到中午才起来 晚上忙着喝酒打牌 然后哪有时间管什么农 他连莫拉克风灾 那个时间都搞错了 但是我觉得韩粉还是不离不弃 这就是韩粉可爱的地方 他这样搞 还是蛮 点蚕率还是很高 韩国瑜整个策略 就是要告诉你说 没有中国市场是不行的 就是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刻意扭曲还是怎么样 但是那个就跟事实有很大的过差了 对 那我们这一次 我希望说这一次台湾的农民 譬如说特别是屏东县 我觉得屏东县的凤梨的 那个凤梨农民真的是 真的是在这个被中国这样一弄 然后在日本市场 我觉得对于台湾 金钻凤梨什么香水凤梨 在那边打开 打开市场是很有帮助 譬如说我们现在台湾 日本青森县 青森苹果 台湾是日本青森苹果的第一大出口国 它是就是靠着很多 吃很多青森苹果 它靠着很多年的这个形象广告 累积口碑这样出来 它如果能够借个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凤梨 在日本人的心中 以后就是这个凤梨的第一品牌 对对 让它持久下去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农民是一个福气 来来来 这个是今天啊 陈超明委员 他交保了嘛 对 陈超明委员 国民党的 他说他跟陈吉仲 农委会主委 在对话 日日法院 他说我知道 我想你一致 真照顾农民 但是你政治意识太强了 你在谈话里面 关于凤梨品种 不要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有迈过来吗 到澳洲就没有问题 到印尼越南就没有问题 都是你们在说 为什么一个问题出来 就要指责对方呢 要卖东西给别人 好言好语一下嘛 做生意在商言商 你天天骂我的话 我要不要买你的东西呢 陈继仲公 我完全没有对中国这样 这个口出恶言 只是极力争取而已 再请教一下这个文杰兄 民进东有恶言恶语吗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上次来这个节目说过 我们把它定调为 现在是一个贸易问题 或者简易的问题 从政府的从民进党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都就是说宁可相信 他不是有刻意的政治操作 宁可相信他不是政治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问题 不要把它政治化 不然我是觉得说不要用台北出台 都台湾不对 台湾不对 我们也不给它恶言恶语 王老师 其实没错 你刚刚文杰讲的说 如果我们不对 你中国就按照协议的平台 你把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就公布出来 这个我们改进嘛 去年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今年不是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中国突袭式的这个禁止之后 我们销日本 销新加坡 我们都没问题 你本来一个货贵 一个货贵的过去 怎么都没有问题 是 奇怪了 到底是谁的检验标准 有状况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你这件事情 本身的本质 就会是你中国 他有特殊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这个贸易 我们把它定在贸易跟技术 我也希望你是贸易跟技术 回应我 不然你蓬勃 蓬勃会说 咱们蓬勃说 整个全亚洲都在抢购 台湾鳳梨 我觉得蓬勃想要表达的是 全亚洲都在共同仇敌开 对你中国这种手段 表达不满跟不爽 好 那么这个谈到这个中国 因为三月十二 今天三月三一 明天 这个 这四个国家的元首 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 先议委 印度总理莫迪 澳洲总理莫里森 要举行四方的安全对话 四国领袖会议 那么这个说 支持印度增产疫苗 攻东南亚国家 要抗衡中国疫苗外交 另外 四国的海军跟法国阿联 要举行联合海上军联 那中国的海经法 扰乱印太海洋活动 促成印太地区民主国家合作 这是要讨论的意大 包括武汉肺炎 包括科技的供应链 包括经济合作 包括气候危机 除此之外 三月十八 美国跟中国外交高层 要在阿拉斯加会谈 二加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派出国务卿布林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中国派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讨讨论什么 讨论中国对香港跟新疆的人权问题 追究中国威胁台海的稳定 追究中国对澳洲的经济胁迫 还有探讨双方得以合作的领域 那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等一下我们讨论 来我们来看福西 文杰兄你看这两个会议 接下来的发展跟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会议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同层次 一个是拜登跟日印韩的领袖 每日印澳 对每日印澳 那他这是每日印澳这个战略是 实际上是川普的时代定下来 他在川普任期最后 最后的时候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布说 他们其实在2018年 就定了一个叫做 这个印太战略的指针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 大家就在说 那拜登上台之后 会不会这个印澳 这个印太战略的指针 会不会遵守 会不会遵循 现在看起来拜登是在遵循 那一份2018年定下来的这个指针 到现在还是适用 我相信未来这个亚太地区的话 就是说这样这样的这样的四国 四国的联手 他会是一个比较持久长期的 那至于布林肯 他们他们是属于 我觉得是属于工作层级的会面 工作层级的会面 那当然就是说 我不预期会有什么结果 不过也就表示说 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双边总是要有这个国务卿 或是外交部长 你总是要会面 因为老实讲 那个中美之间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在于说 在川普任内 也就是说2020 就是说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那个时候美中之间 曾经有签过一份 叫做这个贸易协定 但是贸易协定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贸易协定就美国提高关税 对 然后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们可能 要针对这个部分 可能还会再磋商 韩布林肯讲的 他讲新疆 讲西藏 讲香港 讲这些 这些都是 对中国来说 都是你不可碰触的问题 都是你不可碰触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只会找来 只会引来唇枪舌舰 所以我觉得 在短期之内 他们要针对任何问题 达成一个什么具体的协议 或者是共识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王老师要补充 是 事实上就从刚刚文吉所提到的 其实美国的动作 我基本认为 他这是很绵密 而且有计划的动作 第一个 今天两会结束 三月十一号 两会闭幕 三月十二号 就是跨的四国元首 要第一次首次的峰会 跨的以前 只有外长而已 那就是外交部长而已 那后来去年 快的就是四方会谈 然后去年加入了军事 就是二加二 会长加防长 那从来没有四个领袖的峰会 那拜登上来两个月 立刻就把这样的领袖峰会 去举办起来 而且时间点就选在两会之后的隔一天 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态势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说这继续延续印太的战略 四个国家共同的强化关系 来围堵中国 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不是只有这样子 刚刚讲 他后来讲 这结束之后 布林肯是十五号到十七号 到日本韩国 同一个时间 他的国防部长 那个奥斯汀到印度去 都是什么 都是跨的 都是印太的国家 那代表他除了 刚刚讲领袖 谈完之后 我继续执行面 怎么落实 国防安全的分面 我先去跟印度谈 跟日本韩国 在外交的层面 我让这个布林肯去谈 代表什么 代表他还要继续的去追 落实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一层一层的 确认好他们要谈判的东西 或者要合作的面向之后 十八号来把中国叫出来谈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前面 花了两个月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从刚刚讲 从前两天讲过 南海军舰的一个聚集 盟友的合作 从科技链的合作 到军事的合作 安全的合作 我全部都全部都好了 好了之后 来中国你现在来跟我谈吧 可是我要跟你谈之前 我跟你讲我要谈什么 我要谈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 我要谈这个 对台湾的问题 台湾问题 对我要谈这个 相关的澳洲的制裁的问题 可能还要谈到海警法的问题 等等 只有 当然会谈说 中国跟美国 未来有没有合作的面向 但是代表说 我这个不举不合 你现在可以来谈 但是对中国来讲 他不得不去 除了你必须要跟美国 要有这个交所之外 习近平 我觉得他现在最担心 或最在意的 你想想看 二月份的时候 他担心什么 他担心拜登什么时候 打电话给他 好不容易到 这个大年三十 终于打了 晚川普一天 他现在在担心什么 我什么时候 可以跟拜登 也一样 视讯碰面一下 那个不要忘了 川普政府 川普上台的时候 是四月份 我现在比较冷 那是不是又让国内看 所以说糟糕 我跟美国的关系 又不好 我是不是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反而对这个习近平更强硬 所以中国现在极为有求于美国 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边是已经完全围堵 他也是已经建讨 准备跟你上谈判 说吵架谈判 一边是急着想要求和 来试软 两边的落差非常大 对台湾的影响 当然未来还有 不过今天布林肯 这个同意承诺 推动台湾参与四位 世界卫生组织 邀请台湾出席 拜登所主办的民主高峰会 布林肯都一口答应 因为这个是谁要求的 是一个韩国裔 美国籍的共和党级众议员 金应玉 刚刚我们有看到他 那个女生 他这个要求说 你要因为这个高峰会 是由这个拜登所发起的 那这个布林肯一口答应 而且赞许台湾是强健的 民主政体跟科技重镇 好 这是布林肯答应的 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 美国今天又派了 伯克级的驱逐舰分恩号 昨天由北向南 航经台湾海峡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 第三度派军舰航行台海 他说不寻常是什么 不寻常 他说这就是那个什么 垂直发射器都给你看了 他说很 分寻到配置的三十二管 飞弹垂直发射系统 清晰可见 带有威吓共军的意味 好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美国国会议员 跨党派的 这个提了一个案 参众两院提出一个台湾奖学金法草案 这个草案的规划就是提供美国联邦官员 两年的奖学金来台湾欧中文 了解台湾的文化 借此要强化台湾的 跟台湾的战略伙伴关系 那这个台湾奖学金法是学谁的呢 学一九九四年对日本的 曼斯菲德奖学金 也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也有这个奖学金 现在台湾跟美国也有这个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 每年提供立法跟司法部门 五个以上的官员 到台湾学习 然后两年奖学金以后提高到十个名额 这个看起来会过 因为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 共和党的议员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 都参加了 其实那个我们AIT的办事处长 丽英杰就前两天就讲过 台湾会成为美国未来中文教育的一个中心 对那这个就应验了 那就以后他们就没有北京差 对其实其实我不要讲 美国现在派到中国的外交官的中文 是在台湾学的 就是在台湾学 国务院 然后现在他甚至叫把其他部会 学中文叫来台湾 因为他不相信中国的老师 怕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去会怎么样 所以就很 就决定就来台湾 那你看这个台湾这个法 我觉得美国现在那个国内法 有台湾这个字的法越来越多 对以后可能就变成一个 光台有台湾这个字 好多好多理行法 台北法一大堆 对美国就是要用国内法来 来框住台美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 而且刚刚讲过 布林肯已经公开的 我相信这个这个就是 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 他就是要布林肯当场表态 你这个民主高峰会 要不要台湾参加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 可能也是事先有沟通 就像布林肯在国会当中 展示他对台湾的支持 你看布林肯这个讲话 我真的觉得跟之前的这个国际 蓬佩奥差不多 而且这个民主高峰会是拜登 他办的 创办 创办 那这个民主高峰会 要指的对象是谁 就是中国 一定会谈到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西藏问题 都会谈到的 这个你看川普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做宗教自由会议 那个也在国务院里面办的 我们当时驻美代表 进去参加 我们那个时候 等于进到国务院里面参加 所以这是一个民主高峰会 再来我觉得 苏立文跟 跟这个 布林肯 他们要去跟杨吉时见面 其实有四个字 心思问罪 我先把话都讲 这么难看 所以你看 其实王毅跟杨吉时 特别是杨吉时是鹰派 照理讲 他说你都已经把话讲那么死了 我觉得我是在被质问 我等于是被问案 他应该说 我不要去 我干嘛去 被你洗脸 没办法 还是赢了头皮要去 表示怎么样 中国现在其实表面上强硬 实际上真的是跟美国示软 OK好 那么等一下还有更多的新闻 再跟大家讨论 我们先休息 进网告 好 欢迎继续收看 正知道了 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英国驻中国的大使 叫吴若兰 她是个女生 然后呢 她近日在微信发文说 媒体自由 批评中国官方打压外国媒体 结果引发中方的跳脚 吴若兰的文章 不但被禁止分享 中国政府召见他 宣称你发表了不当署名文章 提出严正交涉 吴若兰 吴若兰他不屈服 他说我坚持立场 吴若兰的文章叫做 外国媒体身份中国吗 文中介绍了英国的媒体自由 也提到中国压制言论 媒体姓党 中国官媒不懂 不仅发表越来越多 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 还指控他们反中 文章最后引用 法国费加洛报的座右铭 叫做 倘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也没有意义 你写了 我就不让你登 我是有媒体自由的国家 这是什么逻辑 这不就更落实了 那个英国大使 路然讲的吗 就是我才在 他是在微信 就是中国人用微信 他在微信你们就分享了这一篇 就是外国媒体 为什么是不是憎恨中国 这在讨论嘛 其实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结果中国就给他封了 而且中国还叫他去道歉 因为他是那个驻中国的大使 叫他去学习 就像老大在叫叫谁 可是吴若兰的真的很有个性 他后来在那个Twitter 继续写 你封 因为微信是中国在内部的 他可以封嘛 Twitter他封不到 他继续写 这没在客气 我觉得最近 那个英国 慢慢的好像也硬起来了 慢慢不只是这个大使 英国大使 你知道今天不是通过那个香港 不是那个 人大不是通过 对对对 香港的那个选制吗 第一时间出来批评了 就是英国的外长 为什么英国很关心这件事 因为你知道毕竟香港是跟他们有感情的 九七年以前 其实英国当初就是把 有点像自己小孩伺大 当初是邓小平是说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 把照跑股照跳 所以英国是这样有点不敢 把孩子这样送出去 那送出去 过来 过来 你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你可以发现 所以英国的态度对中国也是开始急言吝啬 没有给你客气 中国股市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产跌 结果产跌以后 中国国家队就进场去护盘 可是护不住 连日还是走低 今天微博竟然 你不知道禁止那个吴若然的文章 结果他今天禁止关键字搜索 股市不准搜索 找不到任何相关结果 除了微博被禁 中国主要的财经新闻媒体 今天也没有特别提到股市暴跌 而是聚焦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两会期间 针对中国股房的言论 那这个 户就是上海 升就是深圳 户升指数 在十四个交易日里面 从十三年来的高点 暴跌百分之十四 那暴跌了多少 一兆三千亿美金消失了 但是不准你查股市这两个字 党说党说你没赔钱 你就没赔钱 党说你在股市有赚 你就得赚 这种东西就是你钱已经被蒸发掉了 党说你不能看就是不能看 这就是他的媒体自由 所以你看你跟这些人打交道 你用一般的正常的西方或是民主国家的逻辑 去跟他们打交道 你滚就不怕 怕 就是你跟这种人就没办法沟通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 他始终不了 他都觉得是你们在那边 所以大家在围 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沟通了 现在是因为在开人大 这件事情 人大会议没有庆祝行情 这个影响到我习近平的稳当地位 我当然要封啊 你怎么可以没有 我都护盘了你还跌 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是多么颜面无光 他还编号 零二九五 九五至尊 可是却连庆祝行情都护不住 我当然疯啊 我如果不疯的话 我还有九五至尊的地位吗 其实事实上中国是有进去互盘的 他两会一共跌了六趴 还有进去互盘 互盘还跌六趴 面子上完全挂不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也知道说 奇怪 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出现 我的感觉 我感觉是说 这一次好像要行售 习近平定于一尊那个地位 那些讨厌习近平 我反对习近平 其实也没报啊 你知道吗 没报 没报 他们还有可能还有一些 股市跟你跟你这个伸风惹事一下 逼到习近平还要用禁止股市出现 这样也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这个 我觉得习近平会很紧张 因为二零一五年 也曾经发生一个股灾 那时候习近平刚上台 那是江泽民他们这些人 搞了红热带 硬把那个股市拉下来 所以这一次 不但没有庆祝行情 而且还在两会 就习近平被歌功颂德 结果竟然股市这样拉不起来 而且上一次那个时间点 是在二零一五年六月 是习近平生日的时候 整个最高级往下 所以讲 所以是在两会的时候 对 习近平真的会不寒而栗啊 因为他就很紧张啊 怎么这个时候 所以是有人搞他是吧 就是有人搞他 这也有人搞他 就让你难看嘛 要把中国股市拉下来 是很困难的 因为资金量很旁诈 所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表示当时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习近平全力还不稳 就是他们等于说合纵连横 找了很多企业家一起来弄 因为你不能一个人 那是集体作战啊 那现在你们不是说权力很稳的吗 怎么还会有人干这个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更紧张 他会更加大力度去控制 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家 像马云 马化腾 已经被基本上就人间蒸发了 接下来一定肯定还有其他的企业家 因为他不晓得这些敌人在哪里 就只有再一波的大清洗 跌14%股市不可以搜索 那如果跌40%呢 股市是跟你收起来 股市 党收了就算 党怎么样都可以 来来再看 今天中国全国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 在今天下午闭幕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那会上以两千八百九十五票 赞成零票反对 一票弃权 表决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通过瞬间 现场响起长达几十秒的掌声 这是继去年通过港版国安法以后 中共为了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 一国两制 对香港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法治工作 我想请教任俊兄 以来香港的变了呢 我觉得对香港民众来讲 大概已经不认为 接下来有任何可以被期待的 包含在民主这两个字上面 所以我甚至也很好奇 民主这两个字会不会不见 还是其实就没有了 因为你看过去在港人治港的状态之下 几次的特首选举 因为我们都有跑香港去采访过 几个特首参选的 其实我们都有机会去接近距离的这个采访 其实很多香港民众 对于这个特首选举里面 很早就认为说 你不是中国大陆北京当局 所愿意这个支持的对象 基本上在选战里面就是弱势 而那个时候最少还有一个样板 叫做港人治港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告诉你叫做爱国者 连弱势都拔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有香港朋友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就是表达 就是说那以后其实也不用太晚了 其实这个的悲观心态 不用你鼓掌通过 你光看上一次几个 就是直接北京就说 你们这几个思想有问题 那个港府那边就说 对你们有问题 所以议员就拔掉了 那你认为那个阶段里面 他们其实对未来 你觉得这些人还有参选的机会吗 甚至就算他参选了 在当选了 因为有些人还在关嘛 那他有什么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中国大陆 去封掉这个所谓股市这两次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封掉了之后你查不到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赚 有没有赔就不知道 上一次封什么 你还记得吗 不晓得 翠 翠这个座 对对对对 席跟那个 因为大家有人怀疑 讲说是因为这个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封的人还说 没有因为某种不能说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封掉 对 再上一次封什么 封围尼 你会记得 对 因为有人说 你两个生得很熟 再上一次有上媒体封什么 包子 包子 还有一次封什么 蜡烛 因为民运人士那时候过世的时候 蜡烛是追尸 蜡烛两个字都不准出现 就你发现他的网管叔叔 封什么不需要理由 因为反正他要封就封了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对内可以这样做 可是他对外展现出来的时候 包含您刚刚说提到了香港的这个驻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 那时候你也同意 应该他为这种事情上新闻是什么 你知道在联合国 在人权委员会 你会记得他们代表做什么 打赌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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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讲 你们不准讲 你们讲的是错 不准讲 就是中国大陆在很多事情 你对你的人民可以 我们的政论节目都没这样 就是你对内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是他对外展现 他不只要做大国 他要做霸权 我认为这是现在在很多事情里面 只要谈论到中国大陆你会看到各国 基本上是很反弹的 也就是因为你现在说这个做这个 你不能对外国人 你也想说要做霸权 但老公他不在乎 他觉得说你在我的屋檐下 你就是该做 我想要你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新闻 我认为非常重要 这美国一定会记起来 这是什么新闻 就中国国药集团的子公司 国药控股董事长 叫于清明 他最近透露 国药集团高层一年前就接种了新冠肺炎疫苗 而且现在抗体还在 这个事情引发中国网友热烈的讨论 并且质疑 去年一月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被说你造谣 之后中国竟然就有疫苗了 让人难以理解 那这个余清明2020年3月 国药集团四级企业党政负责人接种了疫苗 经过一年抗体持续跟踪 跟这个跟踪监测 目前抗体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准 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是董事长余清明透露的 国药集团持续扩充产能 新冠疫苗 连产能将达到30亿剂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企业 好咯 历经武汉封城的居民叫做徐扬 这徐扬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 他说听到这个消息 他感觉很恐怖 第一个反应是毛骨悚然 他说现在大家已经不注重疫苗是否安全 另外更严重的问题是 疫苗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来 按照科学的尝试理解 这是不可能的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 至少要一两年或者三五年 才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出来 徐扬还说 由此可见 国药集团去年很早就得知 新冠疫情的传染力 他很早就知道疫情发生 这比一月二十三武汉封城还早 记住一月二十三是武汉封城 应该在这之前 这是当局隐瞒疫情 又自爆疫情的一大铁证 他们是怎么这么早就知道疫情 这个病毒究竟从何而来 实在太可怕 不敢想象 另外一个是武汉肺炎疫情的受害者家属 叫张海 他接受访问 他说他惊讶 国药高层一年前就已经打疫苗 给我的感觉 疫情肯定不是突然在武汉爆发的 因为之前我也看到一篇报道 说了武汉组织的一次防疫的演练 这个防新冠病毒的 这说明病毒在武汉爆发 就是故意的谋杀犯罪行为 网友就把时间整理出来 2019年12月8号是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 2020年1月3号 他们训诫了李文亮 可是不到三个月 国药集团竟然疫苗就发明了 然后就打了 真是神速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有人就怀疑说 这个中国是不是 早就有在制作这个病毒 然后我透过这个病毒 因为已经掌握了 我才能研发疫苗 所以可能中国在前年 就已经有的 最大很多可能就是 他故意放毒 因为现在他用这个方式 然后再用疫苗来救 来救助 等于说我既放了毒 然后我又可以 发一个疫苗的一个大财 所以他才会怀疑说 那根本就是 不是他们所谓的 什么从PIVO实验室 从武汉实验室流出来的 就不是意外了 不是意外事件 是刻意故意事件 如果这样的话 那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报导 本来是要帮这个 中国的这个疫苗 本来要做宣传的 就意外的 竟然意外的扯出 原来去年年初就有疫苗了 那就表示 这甚至就是 那应该这样讲 2019年或2018年 他们其实就已经 就已经 武汉肺炎就已经很严重 对 还有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美国 美日英澳四方的这个高层的会谈 这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是 这要不要究责 对中国要 你要不要 你如果是真的这样 那你说我一定要交代清楚 你看 布林肯刚刚就讲说 你要公开啊 你要我们相信 你要公开啊 他一定会要求说 上次那个WHO去什么 武汉访试 他们绝对不能 不能相信嘛 所以我们也要去看啊 所以我觉得变成 中国接下来会面临到国际 一个是要你究责 疫苗先做好 然后至少他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有些必须保护的人 他会先先救 反正就是他自导自演的这一出国际上面的灾难 人类的大灾难 然后可是这个疫苗先做好 然后至少他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有些必须保护的人 他会先先救 反正就是他自导自演的这一出国际上面的灾难 人类的大灾难 好那讲到中国疫苗 他是要宣传 可是呢 今天香港说科兴疫苗接种率大减 港民改牌 改牌 辉瑞 他说日本人都打这支 那今天好像又又有一个 今天已经到第四个人死亡了 打科兴疫苗的 我现在比较为林郑月娥的安危担心 因为他率先去打了科兴疫苗 林郑月娥 现在怀疑说那件不是科兴 不 现在就是 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林郑月娥他没年要连任 他现在他们昌港特首是五年一任 那他在2022年是要连任 所以他往里面连任 现在香港的国师 习近平的国师和郑永远 他说香港缺少有治理能力的爱国者 意思就是说不夠认识 他说要二次回归 要再造香港 所以意思是说林郑月娥 就某种程度上的工作 要换掉 你不夠认识 所以林郑月娥 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打那一次 他可能还要再多打几次 像习近平证明他的效忠 这样他没年才有机会连任 一次五年 不然他不够 不够爱国 不够效忠 所以他们任期跟习近平一样 对 两年五年 他们都在那边 92022年 对对对 他那个假话就是